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过多年的打拼 公司最终成功上市 他也成为了最年轻的上市公司老板 又穿目前他身价超过三亿 绝对撑得上富婆 不过从一人转型做生意 张玉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他指向华盛有些看不起自己 张玉珊说道男友觉得他是小女孩 有些看不起他 觉得他不可能成功 后来他拿了五十万现金回家 才令男友对他刮目相看 接着崔健邦问到张玉珊 你的美容公司曾邀请过很多人做代言 其中让人最印象深刻的一定是郑心仪吧 张玉珊表示 确实是的 当初我开美容公司 一直想找一个有代表性的人帮他减肥 有一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了郑心仪 她身穿了一条白色公主裙 便觉得她应该是一个很暧昧的女生 应该会想减肥 毕竟有些肥胖的人并不暧昧 听要她减肥的话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于是我联系了肥姐沈殿霞 跟肥姐说想帮郑心仪减肥 肥姐听到之后没有反对 但说要问女儿的意见 郑心仪考虑了足足一年之后 才答应减肥 她之所以下定决心 还是想以最佳的姿态参加毕业舞会 张玉珊接着说道 其实我给郑心仪安排的餐食是正常的分量 我吃多少她就吃多少 只是她本人食量太大 过程十分辛苦 谁念想听到女儿的餐食之后 很是心疼 还问我能不能给她加两只鲍鱼给她吃 张玉珊称 郑心仪很厉害 一共减掉了一百磅 不过她也有情绪失控的时候 某次开会我们买了很多肉回来烧烤 但她只能看不能吃 最终她饿到崩溃大哭 还把我们的食物全部整掉 虽然郑心仪经历了重重的困难 才将自己从大胖妞变成了瘦子 但在她妈妈去世之后 就没有坚持减肥了 张玉珊也不再勉强她 3月29日 郑心仪在个人社交平台上晒出了一张 她与干舅舅的合照 以此来怀念干舅舅去世了 香港戏剧明星沈念夏 父亲是知名演员郑少秋 她一出生 身上就贴了新二代的标签 但是家庭的幸福 对她来说并没有享受多久 她出生后的几个月 父母就离婚了 沈念夏和郑少秋的婚姻 对沈念夏来说算是一场劫难 两人相识时 一个是在中国香港影坛中 如日中天的喜剧明星 另一个还是个没混出头的小心人 为了捧红郑少秋 沈念夏还减少了自己的工作量 当起了郑少秋的亲戚人 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为她铺路 当郑少秋出演楚留乡有些名气之后 便和演员关金华传出绯闻 在沈念夏愤怒要求之下 郑少秋和她离婚 这对沈念夏来说是悲剧的开始 为了能留在郑少秋的身边 她选择委屈自己 他们的婚礼既仓促又简陋 就留婚纱都没来得及穿上 婚后的生活并没有如 沈念夏想象中的美好 郑少秋曾对她说 如果三年没生下孩子 就选择离婚 当时沈念夏的身体并不适合生育 稍有不慎便会有生命危险 但为了能留住郑少秋 沈念夏利用各种方式让自己受孕 最后貌似生下了女儿郑兴怡 本以为有了孩子之后 就能稳住郑少秋的心 但是事与愿违 在她怀孕期间 郑少秋就已经做出了选择 在孩子八个月的时候 两人结束了这段婚姻 孩子由沈念夏一人抚养 郑少秋则迅速进入到下一段感情 作为一个新二代 郑兴怡从小被演艺圈所属之 遗传的因素影响很大 郑兴怡在身材方面和妈妈非常相似 但是和她母亲不同的是 如今是一个羽瘦为美的时代 身材过于丰满会招人非议 曾经为了不给妈妈脸上抹黑 她坚持了长达十年的减肥 还曾担任过某减肥品牌的代言人 郑兴怡曾经一度瘦到了108斤 但是在这背后也经历过许多痛苦 因为长期节食减肥倒成了严重的胃病 随之而来的还有整夜的失眠 这些严重折磨着她的精神 2014年她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一篇《富胖告白》 她公开讲述了自己因为肥胖 而遭受到的嘲笑 和减肥过程当中的心酸 后来她也表示不想再委屈自己 给自己过多的束缚 要重组人生 开始健康的生活 她文章发出之后 获得到众多网友的赞赏 大家非常欣赏她这种 不被舆论所影响 坚持做自己的态度 2008年 郑兴怡的母亲沈念夏去世 郑兴怡才刚满21岁 她的临时对于整个香港影坛来说 是少了一颗巨星 但是对于郑兴怡来说 她是失去了一辈子的依靠 从小和妈妈相依为命 感情自然深厚 沈念夏去世之后 遗产全部留给了女儿 但是她规定郑兴怡35岁 才能将全部遗产取出 在此之前 郑兴怡每年只能领到一笔 固定的生活费 沈念夏考虑得非常周全 害怕郑兴怡年轻时 无法很好地掌控这笔遗产 可能会引来心存歹念之人 所以决定在她足够成熟的年龄 再接手 郑兴怡如今已经33岁了 距离接受这笔遗产 还剩下两年的时间 但是她这些年 早已经学会了自食其力 在母亲去世之后 她便开始进去闹演艺圈当中 先后出演了一些影视剧 之后她还进军歌坛 一首女神让她一战成名 这首歌还被评为 年度女性之歌 她也凭借着这首歌 包揽了多个颁奖典礼上 担取奖项 如今大家提到她 再也已经不是沈殿霞女儿 郑少秋女儿 而是歌手郑兴怡 在沈殿霞去世之后 郑兴怡和父亲郑孝秋的关系 也渐渐走上了正轨 郑兴怡在此前开演唱会时 郑少秋还出席为其加油 郑少秋的演唱会上 还邀请郑兴怡 两人在台上热情地拥抱 还合唱了一首歌曲 郑兴怡和郑少秋 能有这样的好关系 也是因为沈殿霞 对孩子的教育非常之好 她会对郑兴怡说过 不要记恨她的父亲 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 每逢女儿生日 还会邀请郑少秋参加 一起为女儿庆祝 在这样教育之下 郑兴怡过得非常快乐 怨恨最后只能害了自己 如今的郑兴怡和父亲和亲母的关系 都非常的好 在事业上也有所成就 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